有两种形式 第一个可以按按钮 OK 按下它 第二种方式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那个制定函数 刚刚有两种 OK 那这两种怎么做 其实工作上将来 如果你有一些对应的 制定函数 其实就会方便许多 或者甚至将来 你可以把它变按钮 按下它 自动所有的事情通通完成 那首先的话 我们按部就帮大家看 第一个 那我要怎么样开始 去撰写这个VBA程式 那其实 因为你要在VBA里面写程式 第一个你要先把 那个开发人员先叫出来 OK 那开发人员呢 特别注意 这个本来是不存在 我想你们现在应该 是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我从哪边去开它 第一个 它有个机关 这个机关是在那个最上面 有个小小的箭头 其实还蛮小的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然后呢 有个点击它之后 有个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呢 其他命点开来之后 请你选取 它上方这边 有个叫制定功能区 这个叫制定功能区 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所谓的 开发人员 预计则 你们原来是这样 没有 打开就是其他命令 打勾 这样就OK了 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呢 你会看到开发人员 你把它点开来 那点开来之后呢 实际上 你会开它的话 表示你 即将成为 开发人员 对 不然你不会把它打开吧 OK 所以你开启它的话 你要有点沉重的心情 因为你就即将要开始 撰写程式了 OK 也就是你现在开始 我们再来就要 写点程式了 所以我想说 写程式基本上 以前可能是 都是工程师的事 现在好像 现在甚至国外 很多小朋友开始 就开始训练 他们写程式了 有没有这个必要 其实非常有必要 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就从这边开始 为什么 因为所有以后的东西 都是虚拟化 所有东西都自动化 都智慧化了 估计大概几年之后 车上 路上跑的车子 很多其实都是 无人驾驶 不要说现在 有些现在已经有 只是说不太敢而已 很多车厂 已经有自动驾驶的功能 但是呢 他跟你讲说 就是你还是要 小心使用 之前好像什么 特斯拉 电动车 之前有个工程师 突然心脏 好像有什么 心血管问题 突然即将休课 他就设定什么 直接导航到那个 自动驾驶 导航到急诊室去 OK 你想说 一般的车子 早就没办法了 因为你就失控了 你就撞车了 结果那个车还蛮厉害的 他说就是因为这样的功能 他就直接把他送到急诊室 他醒来之后呢 他就能记者采访他 他就说 我光这个功能 就这么一次 我买这个特斯拉就值得了 对不对 所以以后如果车子有这个功能的话 太好了 自动帮你载 载到那个 你该去的地方 OK 不过 怕你们 现在不敢做而已 OK 因为送驾驶车 也没有方向 反正也没有刹车 也没有油门 他会自动动的 OK 自动送你到那边去 只是你会觉得很奇怪 车子就动 还没有安全感 因为大家还是会有那种习惯性的 OK 所以以后的世界都是 所有都是要自智化 自动化 没办法 这些东西都是虚的 而且你会发现 很多东西实际上交易 钞票可能以后看不到了 像瑞典 九成以上 你如果在他们国家 拿钞票来交易 你没办法交易 因为所有人都不用钞票了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钞票反而只给观光客使用而已 所以很多东西慢慢都虚拟化了 那因应这 你就要学点东西 所以我说上班族工业4.0 上班族也要4.0 所以就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是把开发人员打开 接下来呢 从哪边开始 Visual Basic 有没有就这东西 OK 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首先第一个 开启开发人员之后 把它打开 它会弹出来 那原来的视窗大小 会比较大一点点 我是建议你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不要把整个视窗盖住 我的习惯是浮在上面 那为什么要浮在上面 因为我要一边看 我要做什么 我去撰写后面的程式 程式不是闭着眼睛写的 而是你要看 你要控制的储存格是哪一个 你要变换的知识 你要变换什么 就把它丢进去给它 它就会自动帮你完成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就是浮在上面 那首先呢 你们应该 我想这个 本来这个是没有了 把它删除掉 原来是没有模组 如果你要开始撰写程式的话 打开它会长这样子 那你只需要做几件事 一 在这个上方按右键 二 插入一个模组 那这个模组意思就是 我要从这边开始撰写 OK 也就是说以后 反正你所有的VBA程式 都是放在模组 所以如果你没有模组 那你就 就不能写这个VBA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模组 那模组里面呢 我需要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按钮 叫做门号 那这个门号呢 所以我就插入一个程序 特别注意哦 反正呢 不论是这种 或者是插入 一个制定函数 在VBA里面呢 都叫做程序 所以模组里面 记得邮标放这边 插入程序 那程序名称叫什么呢 如果你将来希望呢 它叫做门号 那你请你在这上面打一个什么 门号就可以了 这个将来 Sub 先不要动 反正就是预设是Sub Sub就是这个 将来你可以执行的程序 按确定 好 头尾出来了 那将来的话 我们就是在这边撰写程式 把它执行 它就会按照我们的要求 逐步的把它输出 OK 所以请各位 先把这个环境先Ready之后 然后也许如果你想要先玩玩看的话 有个方法 我刚刚讲过了 往下卷动 这边有 不过2010以后的版本是这样 2007 开启的方法有点不太一样 我这边有画面 那我们下面有两种 一种是按钮 一种是制定 那按钮的话在这里 有两个嘛 所以一定会有一个Sub 一定有一个EndSub 头跟尾 另外一个清除 头跟尾 那你可以怎么样 假设你如果想要先玩玩看的话 你可以把这两段 先Ctrl-C 把它在这里怎么样 Ctrl-V 那你怎么执行呢 很简单 游标移到这里 上面有个执行 有没有 像那个Play嘛 OK 有没有 这边有个执行 移到这里面 有没有 就跑了 那只是你现在不是按钮啦 那我等一下会教各位 怎么样去把这东西写出来 好 请各位 先试试看好了 先把那个开发人员 Video Basic 模组 然后插入程序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未来 反正一律 标准化的动作 都会先从 那个开发人员标签里面 进入到那个 我们的程序 那VBA的程式 基本上就是 从这边开始撰写 那环境 其实也ready了 其实 我觉得那个 VBA跟其他像那个Python 或R语言 或其他的那些开发大数据 或Java等等的程式开发 最大的优点 就是 其他的开发环境 都要做很多的安装 但是 VBA 完全不用安装 你只要把开发人员标签打开 你就可以开始撰写程式了 其他的开发环境 就没这么方便 先把那个环境稍微了解一下 我们待会再来看 怎么去撰写 按钮跟制定函数 好 好 好